3分33又来了 今天我们在左右两边有两位高手 上次快闪讲的台主 蛋爷今天继续坐阵 然后在右边就是武林高手 Eric 律爷 哇 什么事啊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大会音 因为就是我们office的其中一部分 已经搬了所有东西 准备进行收集的工程 很明显我们公司又漏水 又被人老粒 又是危机处处 又不知道是否老鼠 但是装修完之后 就美轮美换 可能啊 所以在这个环境陆住 特别有feel的 接下来这个礼拜 皇马对巴塞 皇马作客对巴塞 其实这场球 根本上不用我们三个讲的 因为看球的自然都会看 不过 我也想和大家做一下兴奋 看这场球 看什么 有什么牙教的呢 那当然也要啊 蛋爷和阿玉爷 缺一生死吧 蛋爷 你的看法是 巴塞龙啦 我说你懂得用这回音 当然 这叫音波公 当然要音波公 那就帮一下沙维 美思 達偉偉等等 帮我们打打打 嘿嘿嘿嘿 你是懂得课 知道巴塞多粉丝 但是你就这么支持 有没有什么轮据呢 老闆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而已 第一 他们两对对一起 近年来说 是没什么打和 而且就是卡洞轮流来赢的 上次超级杯 好 那就豪个杯仔给你 皇家马得理 今次回到老营主场了 哇 比你还不兇? 是不是 这样 就是开大小 不是大小轮流开的 蛋爷这个推论 我觉得你反托归震 完全不看任何其他的资料 数据 就好像赌云那样 不过有时候波都是这样的 喂爷 今天是什么武林高手呢? 今天想讲讲这个段宇 和这个皇马的施浪那道 有什么关系? 其实两个呢 除了斯斯文文白白正正 其实呢 两个表现都挺飘忽的 先讲讲段宇 段宇其实一招叫做绿墨神剑 扎虽然很惊人 但是呢 在段宇手上用 就永远都是时靈时不靈的 那斯朗娜又怎么样呢? 他的表现又很飘忽的 一时又可以 哇,脚封顺也不断入球 什么身体部位都可以入到的 但是呢 去到脚封不顺的时候呢 哇,可以不断浪费机会 也可以踢到无影 不过呢 今次呢 我多支持皇马 钱多一点 哦 一时关呢 段宇呢 他虽然那些武功是靈时不靈 但是呢 是好运的 整天都可以逢空化吉的 那斯朗我相信呢 今天呢 这场球呢 他都可以 就算是临场脚丸 都可以靠运来赢得到 那都可以 还说你们懂得球 靠运赢这个呢 就是本来你这个推论我没什么所谓的 不过段宇是我最爱的金庸不下的武林高手 你又用斯朗拿到尼比 我也不知道是多谢你好 还是什么好 好,最后 那这场球 应该就每人都看了 那几点打啊 接下来 星期日晚深夜1点50分 算早了 为了看这场球 你愿意牺牲些什么呢 煲小阵歪文演唱会的DVD 等一下 我煲小阵韩剧 煲小两个钟 没办法 我不管 一路看一路照上网 就这样